房地产的落寞之后 下一个应该是白酒行业了 年轻人识破了 韭菜收割套路 不结婚不搞对象 所以不买房子 炒房已经无用 接下来白酒也会紧随其后 为什么童子敢这么说呢 其背后的逻辑和房地产 是一模一样的 不信啊 你就听我分析一番 房地产红红红红20年 房价不断上涨 支撑住是什么 就是啊 源源不断的年轻人 从大学毕业 开始一场恋爱 然后就是谈婚乱嫁 在丈母娘的压力之下 变成了刚需购房者接盘侠 去接炒房客们存的学区房 或者从售楼处接新开盘的高价房 只有不断有人接房地产的盘 房价才能稳住并上涨 那支柱越硬 房价越挺 一旦这根支柱撤了 房地产行业就只能急转直下了 为什么支柱突然撤了呢 理由就两个 一个是因为年轻人确实赚不到钱 揭不动牌 所以干脆躺平了 有钱买点数码炒玩开心一下 胜过背房贷30年 那第二个是因为早期买房的钱浪们 已经开始因为经济波动供不上房贷 导致自家房子被法拍 社交网站里自爆的事情已经很多了 有眼就可见 那看多了匆忙买房的不幸下场 自然害怕 毕竟要连续30年还贷 谁能保证这30年就一帆风顺 谁能保证30年里就没有短暂下岗失业 谁能保证不出点身体意外 那确定自己就不会长成茁壮的韭菜呢 做上这两条 既是房地产落寞的根本原因 那自然也是白酒行业未来下情的成因 为什么呢 何以见得房地产和白酒的发展具有相关性呢 遇事喝白酒 那这种油腻社交 如同房产一样 正在让年轻人反感并远离 具体表现在 婚礼上年会上 朋友的聚会上 都在排斥白酒 不喝白酒 那有人可能会问 那不喝白酒那喝什么 还喝啥不行呀 喝奶茶喝饮料 喝白开水 就是不愿意喝白酒 那未来十年 随着白酒总量上消费的减少 白酒行业必然会陷入增长烦力 这些都会表现在 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财宝之上 那童子认为 小品牌白酒的倒闭 大品牌之间的兼并 势在必行 当然 随着银发经济的兴起 原来喝白酒的老一辈还在 那就意味着 消费白酒的基本盘还在 那可这个基本盘也已经陷入了存量不断减少的麻烦之中 老龄人口逐年离世 喝白酒的总量人口必然陷入减少 那这个很好理解哈 咱比如一个水池子 能存100立方米的水 那一边呢 接个放水管子 每小时放出去5立方米 那另一边呢 咱们接一个浸水管子 每小时放进来3立方米 那短期来哈 虽然不断的放水进来 但放的比进的多 每小时哈 总量会减少2立方米 那将时间拉长来看 那这100立方米水池子早晚都会放空 因为啊 水的总量在负增长 那为何童子敢下这个论断呢 咱们看这张图哈 2022年 中国人口首次陷入了负增长 负增长了85万 2023年 负增长了208万 相比2022年 翻了2.45倍 那这就吻合了哈 我前面举的那个水池子放水的例子 当人口陷入了负增长 就像那个水的负增长一样哈 哪怕人口总量有14个亿 也兜不住这缓慢失血 一旦年轻人聚合白酒 白酒企业盈利增长 必然陷入乏力 竞争内卷也会更加的剧烈 而令人担心的是哈 95后00后们真的开始聚合白酒 哪怕是职场团建 敷衍领导都懒得敷衍了 直接拒绝 一边吃饭喝饮料 一边玩自己的手机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童子用这句话作为回答 房地产行业当下如何 未来白酒行业也将如何 信与不信 大家可以广泛的转发 随意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